在遥远的殷商早期 彼时的中原还不是如现在这般统一 而是散落着不同文化 不同生活习惯的部族 其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记载的鬼方族 就是当时殷商王朝最大的敌人 据传 鬼方族给早期的殷商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直到商王武丁即位的时候 这个情况才有所改善 鬼方族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们的后代现在又都去了哪里 带着这些疑问 让我们来探寻这个神秘的部族 任何一个朝代在他刚建立的时候 无论是在政权 经济 还是军事上都是极其不稳定的 早期的商朝也不例外 尤其是商朝早期建立的时候 先后经历了数次迁都 这也给商朝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 有专家这样推测过 商朝的迁都原因有两种 其一是商朝民族在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的特性让他们数次迁徙自己的首都 其二则是商朝在壮大的时候 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民族融合 逐渐从游牧民族转为更稳定的农耕民族 可是在当时的农业技术围刀耕火中 这对土地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往往经过数年 此地就不再适合耕种 要更换居住地 所以才会产生后来的几次迁都 如此一来 商朝早期的不稳定性势必会引起周边不足的虎视眈眈 来自近南平原的鬼方族便是其中之一 而鬼方族这个称呼的由来 则是因为传闻 鬼方族在战争的时候 皆会戴上形同恶鬼的方形面具 以此特征才会被人们称之为鬼方族 但鬼方族所佩戴的恶鬼面具不过是装饰而已 真正能给商朝带来威胁 震慑商朝政权的 是鬼方族独特的地理位置 以及部族强盛的实力 鬼方族所在的近南平原在地理位置上 十分靠近商朝后来的首都昭歌 而且近南平原因为气候的原因 降水充沛 土地资源复数 部族实力强盛 因此鬼方族有足够的实力与商朝对抗 这给早期的商朝发展带来了十足的干扰 毋庸质疑的是 在商朝早期 鬼方族的确是商朝的一个极具威胁性的敌人 但历史证明 鬼方族最后还是败在了商朝的手下 成为了商朝的附属 那么其中的过程如何 鬼方族后来的归宿又怎么样呢 商朝开始真正征伐鬼方族的时候 已经距离商朝建国过去了三百余年 在这三百余年中 商朝的首都逐渐稳定在了昭戈 并且无论是在政治 军事还是经济上 都有了极大程度上的进步 彼时商朝武丁继位 武丁是商朝的第二十二代君王 历史上著名的商朝女将军富豪 就是武丁的妻子之一 可见不仅武丁本人骁勇善战 连他的妻子们也都可以披挂上阵 一位善战的君王必定有向外扩张的野心 也就在这时 位于商朝西北方近南平原的鬼方族 以及另一个部族土方族 一直对商朝的边境虎视眈眈 再加上武丁一直想要朝西南方向扩张 于是战争的导火索就这样被掩燃 在武丁的主持下 商朝与鬼方族土方族 在西北边境展开了一场持续了三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也是商朝历史上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以商朝的胜利告终 自此鬼方族也彻底归顺于商朝 成为了商朝的附属 并且在之后的许多年中 鬼方族为商朝所调用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后期的鬼方族是商朝非常强盛的军队之一 是一把属于商朝的利剑 而在商朝的灭亡之后 鬼方族同时归顺于周朝 在周天子的分封制下 鬼方族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领地 封地成为了一方小小的诸侯国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鬼方族渐渐融入华夏文明之中 失去了许多原有的特征 曾经有人认为 鬼方族已现在已经和汉族区分不开 难以寻找其后人 但是经过专家的研究与溯源 最后真的寻找到了鬼方族的后人 在历史记载中 西州打败商朝之后 建立分封制国家 曾经一些依附于商朝的古老贵族 也获得了分封的资格 有了自己的封地 鬼方族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鬼方族位于整个西州的西北地区 再结合存在于西州西北方向 众诸侯国的特征与名称 只有伟国符合历史上对鬼方族的印象 原因有二 其一是因为伟字中带有鬼字 或许是沿袭鬼方族的旧称 其二是因为在西州历史记载中 西州的东方曾有一个敌对民族 叫做伟姓赤敌 他们喜欢穿红色的祭祀服装 恰恰与商朝记载中的鬼方族有着同样的特征 也就是说伟国与伟姓赤敌就是当初鬼方族归属于商朝的部分 以及并未归属商朝反而向东方迁徙的另一部分 陆 洛 权 徐 蒲 皆赤敌 伟姓也 根据几方信息的结合 专家们最终推测出现在鬼方族后人的姓氏 即拥有洛 权 徐 蒲等姓氏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记载的鬼方族的后人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鬼方族逐渐与华夏血脉和华夏文明相结合 但是这些古老的姓氏还是在冥冥之中 将这个历史上强盛的部族灵魂留存了下来 同仿向西 11岸 12岸 18岸